先生請問你贊不贊成今年的財政預算案 我不贊成今年的財政預算案 為什麼呢 因為它完全是一個官商勾結 寧願派錢800億給那些富商 都不寧願派8千元給我這些小市民 我覺得這個財政預算案完全不合格 不合格是否因為不公平 絕對是不公平 絕對是一個傾斜式的財政預算案 明白 那你對於人民力量提出的全民迴水8千元這個提案 你的意見是怎樣呢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提議 所以我都今天和家人身體來行來支持這個打小人的行動 希望能夠有一個行動給這個政府知道 我們這些市民是多麼反對這個財政預算案 還有希望他們落實我們的建議 我們覺得這個全民派罰8千元是可行的 為什麼你覺得全民派罰8千元是可行的 因為我都是透過這個報章 媒體 我們知道其實去年我們這個財政預算 除了沒有虧到香港人的錢之外 其實是賺了幾百億的 我們覺得加上我們香港這個外匯儲備 其實是幾千億的 如果在這個這麼艱苦的環境裡面 如果我們能夠爭取到每人發8千元 是對這個香港的整體影響是正面的 我覺得是可以做得到的 你覺得這個回水8千元是否會比較公平 和比較幫到有需要的人 絕對是 我覺得這個行動是可以幫到普羅大眾 甚至防禍 可以幫到香港裡面幾十萬的N毛人士 他們是這次的財政預算案 是絕對沒有去顧慮到所有的N毛人士 如果是全民去派罰8千元 我覺得是絕對公平的 謝謝你先生 謝謝